大家看每年的憲報中壓在九月底 來協商 為先好利保保長 出臺灣早期就表示說 星期五 行政院已經決定憲報中壓 每年應該會超過九千億 也共調未來兩年後憲報會是不會去 每年憲報中壓大廳的頭一次 突破九千億台元 憲報中壓行政院一直沒有決定 他們去外國這期行政台版 維護保長出臺灣設施接受公務的事件 是 行政院上禮拜五已經 憲政中壓 每年中壓行政論 價提高3.5% 貫提高5.5% 中壓在九千一百十二億到九千二百八十六億一天 因為安全準備金沒有計費支費 未來兩年來不會去憲報會 才能夠符合我們人民的需求 以及給我們高科技新藥能夠真正給病人 多一點 多一點照顧 另外衛助加速信譽 當時憲報給付 減輕減育的負擔 憲報宿生立健康政策 跟醫療科技評估中心 加得十四千億的信譽辦公室 為今年冠檔期正式運作 包括丟室 憲報暫視上支付專款 後代信譽到新醫療科技的預算 以及推動平行善心肌制定定 未來也會成立 導致發言機構落臨朋友團體意見 要讓他成為有獨立的行政法人 然後才能夠穩定的發展 所以我們也擬定了 叫國家醫療科技評估中心法人條例 那麼準備已經現在 已經送到行政院的草案 就中郎強調 先由當地發展機構 出案已經送行政院深知 那學政通貨今年會破年 就會送到立法院深期 另外健保總領 行政院學政後 以發會送到健保費 有價高委呔由健保費委員政協協准 记者总和报道